我们讲一讲在这些营养素当中 其中一个关键的营养素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被科学家译为生命必须的元素 也就是说科学家如果去外太空探讨 看看说外星球有没有生命 那么最重要的标志有两个 第一个在外星球找到水 第二个找到蛋白质 有水没有蛋白质生命是无法构成的 换个角度来讲 只要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个生命 不管它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 还是昆虫还是续菌还是病毒 只要它是一个生命 它的结构里面一定有蛋白质结构 所以蛋白质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 它构成了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也构成了身体的血液细胞 以及棉膜 以及血管 以及骨骼 蛋白质的缺乏呢 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 导致老化速度的加快 导致人量不足 导致伤口不易修复 导致骨质疏松 血管失去弹性 便利 神经异常 皮肤容易起皱纹 胃酸不足 内分泌异常 不硬 体力下降 容易疲劳 智力下降 为什么一个蛋白质的缺乏 居然会导致这么多不同的疾病呢 刚才讲 蛋白质 它构成身体的多个组织结构 同时也参与了身体的多种不同的化学反应 首先呢 蛋白质呢 是构成白细胞的养分 同时呢 蛋白质呢 也是构成人体抗体的材料 也就是说 如果你缺乏蛋白质 那么你的免疫力一定下降 因为你的白血球需要蛋白质 因为身体制造的抗体需要蛋白质 没有蛋白质就制造不出来 那么为什么蛋白质缺乏又会造成老化速度加快呢 很显然 因为蛋白质呢 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养分 蛋白质缺乏 那么细胞呢 就不能够很好的生长 于是呢 细胞的密度 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排列密度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皮肤就会松弛 骨骼就会松弛 血管就会松弛 表现出一个老化的现象 同样的 蛋白质缺乏呢 由于蛋白质也是构成人体能量的一部分 一旦蛋白质缺乏 身体就不能够从肌肉组织里面提供能量 因为呢 人体的肌肉呢 是用来储存能量的一个组织 那么蛋白质缺乏呢 会导致伤口不容易修复 因为皮肤 因为组织结构都需要蛋白质 那么 由于身体每一个组织都有蛋白质的参与 那么就意味着蛋白质缺乏的时候 每一个组织都有可能受到损伤 一旦受到损伤的时候 也只有蛋白质才能够帮助修复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思考 在上述所讲的各种疾病当中 比如说便秘 是因为肠道失去弹性所造成的 比如说胃酸分泌不足 是因为蛋白质缺乏造成无法制造足够的胃酸 可是一旦送到医院呢 你会发现胃酸不足 就要送到消化类科 类分泌异常 类分泌各位知道 荷尔蒙的制造需要蛋白质 类分泌异常 那么你在医院里面是分到类分泌专科的 血管失去弹性所引发的心血管疾病 在医院里面呢又被分到心血管专科 然后呢免疫力下降所导致的各种疾病 比如说癌症 比如说这个容易感冒啦 容易发烧啦 容易被感染啦 这一类的疾病呢 可能呢在医院里面呢 肿瘤分在肿瘤专科 感冒发烧呢 可能分到呼吸 呼吸内科 不孕症可能又被分到妇科 那你看 在医院现在是这样分类慢性疾病 很可能这个人只是缺了蛋白质 如果你每天补充蛋白质粉 或者增加蛋白质的来源 也许就把所有上述奖的疾病 都一起修复了 可是呢 如果你蛋白质缺乏呢 你可能很倒霉的 在医院你可能胃不好 送到胃科 这个消化内科 你可能呢 这个不孕 又送到这个妇科 你会送到很多的医院专科里去 因为现在是这样分类的 这样的话呢 不但不能够把你的身体治好 相反的 会由于不同的药物的这个介入 而影响了你整体的健康状况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 我也一直呼吁在慢性疾病的条理当中 不要分专科 慢性疾病条理是一个整体的修复 一个人的胃不好 那么他的消化就不好 一个人消化不好 那么他吸收肯定不好 一个人吸收不好 那么就意味着全身的养分供应是不足的 那么就意味着全身每一个地方受到损伤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你能够单独把胃病的人 就放到胃的专科去吗 我认为这样的分类呢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急性病 分科还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呢 慢性病 我认为一定要从整体来考虑 啊